朋友们好啊 挑战一年吃海鲜不同样 第39天啊 长腿八爪鱼啊 是咱们本地的 你说咱这个 边门口的海鲜还没吃过来呢 昨天还长了个爱尔兰产的 评论区谁点的 下期吃啥评论下方 吃这八爪鱼可熊可大了 吃之前必须得打两下 要不没有灵魂 把他这磨给他打出来 打出来之后再吃 像这样 必须得占点料汁 关注我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海鲜 也是曾经的网红大宝头 我得等啊 下期吃啥 评论下方 评论点那个便宜 便宜都收拾的啊 别整太贵的 吃不动 买不起 各段时间 直播卖卖货 这俩价人啊 再吃贵的 再来一个 这应该带大米的 吃这东西啊 不要嫌弃它埋子 爱越脏越好啊 就这么吃啊 这样是有灵魂 这样是有灵魂 大米还没撑鞋呢 我是真得意这东西 真好吃 很多很多朋友吃不惯 惯 点关注 不迷路 在罗斯本工厂安排一个大侠 这是斑结实啊 肉特别的紧 不太适合做夹劲啊 你们不要来这种 很酷 不太适合做夹劲啊 ,不会呀 也不太适合做夹劲啊 不太适合啊 再来一个吧 朋友们好啊 皮皮虾啊 也叫虾滑着 我们这就叫皮皮虾 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呀 是最好吃的时候 当然也是最贵的时候啊 我们这现在是当地小船货啊 是85亿斤 我这是一斤多一点点 一百块钱的 这东西到夏天没那么贵 但是不好吃 现在是最好吃的时候 开出的皮皮虾 尤其是我们渤海湾的皮皮虾 出了名的好吃 就是味好 不过这价格也是真好啊 太鲜了 关注啊 带你吃遍所有海鲜 每天一个样啊 天天不同样 教你们怎么开皮皮虾啊 用筷子 分它这个肚子底下 穿进去啊 然后 然后 一二 开 再来一个 不是 这个这个不算啊 还有 不太好了 和十个钱一个 不过现在物质确实是很好 真的很好 点关注不迷路 开背假馅大响 来个假馅中的王子 很酷 嗯 很酷 今天来一个蒜蓉小扇贝 特别特别肥的 好 看一看 这么甜的 好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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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的